- How it's cut full circle? - It's amazing, it's uh... OK NBA选秀说明新的赛机又有看头了 本来说今天开始录斯的Vlog 没想到突然间来了这个 所以我坐在这里大概又坐了有半个小时 我决定现在残忍地把它关掉 好然后最后成了 啊好烫 作为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经常会遇到这种困境 当你需要再次旅行的时候 每天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你会把你旧的东西 然后堆在一个地方 然后又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 你又购物很多 然后又买到新的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在你每次走的时候 发现箱子也装不下 然后很多东西你又带不走 不想带走又纠结 纠结来纠结去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会花很多时间放在上面 所以我今天我决定 把我过几天带不走的东西 全部放在这个箱子里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里 我知道旅行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但旅行对于我来讲 它主要意义在于 去不同的地方 感受不同的文化 探索位置呢 是旅行的主要一个目的之一 另外就是当然是放松心情 但不一定啊 不一定每次旅行的距离 一定会放松心情 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多说那个地方很好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个地方也不错 你也要去看一看 但是你不经的去看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 那个地方到底错还是不错 所以其实旅行的目的 另外一个呢 也算是去探索当地的真实的感觉 探索真相 很久之前在想要不要拍这个主题 后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时机 今天让我们聊聊手机的分数 每次在发布会的时候 会看到 为什么同样一个东西 分数那么不一样 为什么官方发布会上收到的分数 我们现实中 感觉好像做不到 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都是官方啊 发布了数据之后 我们拿到了零售版之后一测 不是那个样子 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下 你们心中很关注的 安兔兔的跑分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拿个例子 开始举 聊聊手机 因为我呢正好用的是 一加六手机 还有三星的这个三星S9家 两款呢正好是骁龙835处理器 呃 配置都差不多 然后呢 给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一加六手机在网上公布的 官方安兔兔的数据 二十七万六千五百一十 为了避免有些人说 哎你这个数据根本不准 安兔兔他那会升级嘛 升级之后这个数据肯定有所偏差嘛 但是在我这个屋子里此时此刻 实测的数据是这个样子 二十六万零一百九十七 二十六万零一百九十七 另外呢这是我的三星S9家 二十六万零二百三十九 甚至 看似好像要比一加六还高一点点 什么情况 为了确保这个测试的公正性 接下来重新在我的室内再测一下 大家此时此刻呢 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头上都是汗 是因为确实室温较高 分数低一点是很正常的 因为太热了 OK 现在的气温室看一下 大概是 对不起 这不是我这边的气温 我现在这边的气温室在哪里啊 OK 气温三十度 然后点击回退 大概这个分数我要开始重新测试 OK 等待吧 i don't need you w i don't need you 三星S9加的分数呢再次高于1加6 然后我有点不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跟官方数据呢大相径庭 突然间回忆起很多发布会呢 他们老板一上来就说 有些人这个测试分数也不知道怎么测的 可能是放冰箱里测的 我在想到底放冰箱里能不能测出分数呢 我们去试一下 OK所以放在冰箱之后 它的分数 1加6的分数终于跟官方数据直差 6500分 但是呢三星啊没有给力啊 只达到了263,324也就是说在冰箱里它是有帮助的 我们大家应该明白用手机的时候看到硬件有的时候分数并不是那么重要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之前某一家手机品牌发布的时候发布人说 哎呀其实这个 每次啊我们这个说一下这个分数啊 赛分数啊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 说实话它就是很无聊的事情 因为分数 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 可能在我们以前当中分数越高 可能啊运算越快图形性能越好什么都好 就是越高手机越好越快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告诉你其实不是的 所以呢我现在呢跟大家普及一下我心中啊 对这个安兔兔跑分自己的一个概念 分数是怎么组成的 怎么就这么高分 哎同样的GPU同样的CPU会差别这么大吗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的数据 首先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分数啊 这是第一名呢是 怎么说是我的机器 我的机器呢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分数应该是第三名 这是OnePlus 6 267510系官方的数据 而我这台机器的 因为放在冰箱里 所以超过了它 也就是说呢 这个安兔兔官方啊 发布的数据呢 跟OnePlus它官方发布的数据 还差一万多分 所以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个分数 看它这个分数的组成部分 大家了解一下 分四个部分啊 比如说第一个是CPU GPU还有UX 还有Memory 很多人可能就会很疑惑说啊 为什么同样的CPU呢 它的分数不一样 这个呢其实根据当时手机运行的这个状态来说呢 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一般来讲呢 CPU跟GPU它的分数差别应该不是很大的 我右手边的三星S9家呢 看CPU部分呢 大概差了3000多分 GPU呢 差了2000分左右 我个人感觉啊 温度OnePlus 6呢 就是它其实在平时使用中发热量是比较大的 而三星S9在温控方面会做得更好 但这边就很奇葩的是 放到冰箱之后呢 OnePlus 6发飙了 这个我也不太理解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们重点就看一下 这个分数就是UX 很多人不了解什么是UX UX这个分数呢 其实就是用户的体验 其实用户的体验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去评分 为什么可以把用户的体验的感觉 直接通过分数来做出来呢 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很多 就是科技媒体啊 或者说用户去感受完之后才做 但是它呢也分四个类 第一个类是数据安全啊 数据运算啊 还有这个图像处理等等 然后还有用户体验 我觉得用户体验这分数真的是太奇怪了 还后面还得了16844 综合下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安兔子分数 大家觉得分数越高越好用 真的是完全错误的概念 但为什么每次很多手机厂商的发布会 一定要把这个跑分拿出来炫一下 而且炫的是有点不契合实际 真的拿到你手里是没有那么快的 但是他们我个人感觉就是 分数一出来 很多人他其实是不懂 这个分数代表什么 但绝大多数人的眼里 可能或者心里说 分数越高 可能性能越好 性价比越高 其实告诉你分数 就像他们在发布的时候 说了一些话 对比分数真的很无聊 他们明知道很无聊 但是也要告诉你 其实就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 很多人 100个人里面可能有 至少一半人不太懂这个分数 另外如果说分数越高越好的话 这个是iPhone X 算是我用的手机里面 体验最好的一款 最好的一款 没有这一 然后比他要好 比三星也要好 但他测完这分数呢 只有17万 大家懂吧 但是呢 这个又是iOS版 所以很多人不懂的时候 这两手一对比 一个二十多万 一个十几万 iPhone肯定被秒杀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 真正用起来 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会看到后期 我的视频很多当中里面 已经没有设计到什么手机体验 因为我会发现 其实真正一款手机 到底好不好 你必须想办法拿到之后 用一段时间之后 才能得出最好的这种评论 或者最好的这种 真实的反馈 但是很多我们在现场 拿到机器之后 马上就说 可能是拿到机器 每两天就说 或者说拿到机器 几分钟就拍个视频出来 说到这些 我觉得那些都是资讯类的 根本不代表 所有用户真实的反应 所以这是因为 接受过很多产品之后 会发现数据这个东西 或者说参数方面的东西 真的有的时候 没什么用 最多是放在这个广告里面 告诉你这个东西 怎么怎么样 其实实际使用出来 你是没有感觉 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你跑一公里 然后让你跑一公里 然后再加100米 有的时候你跑完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你跑了多久 它就是这种一种 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是又在市场营销当中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很多视频当中 很少说到这个参数 很少说 这个笔记本多少温度 拿个温度枪 我是可以做到 但我不需要去做 我能告诉大家说 比如说我身后这个笔记本 我用完之后 我觉得好不好用 我觉得挺好用 什么地方好用 这个地方好用 我们大家所有人 都不必要关心 它到底是什么CPU 什么GPU 什么参数 什么数值 多大内存 内存运算速度 怎么怎么样 其实到你真正拿到东西之后 你就不觉得 你就会觉得参数 好像没有心中期待那么好 是因为很多人不懂这个参数 所以在日后我已经决定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会告诉大家更多 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用法 还有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拿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 之前雷蛇手机刚拿了之后 用了没几天我会发现 打开照片的时候 咔嚓退出了 对它的分数很高 怎么样呢 分数高没有用的嘛 所以每次看到分数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这样的 OK 其实呢 有的时候我非常庆幸自己呢 能够花很长时间呢 居住在国外这个环境 在我们国家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 因为长时间呢 在国外生活 它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最大优势吧 最大优势就是 因为这边人 相对来说 人口密度没那么高 让我的思想呢 是可以静下来的 所以静下来之后呢 可以想事情 可以琢磨事儿 所以跟其他人相比的话呢 我的优势就在于 我可以表达我很多自己 完全可以表达的东西 因为我不需要说 去考虑太多外界因素 这也是我为什么 就长期以来很少说 去组一个团队 去做自己的频道 回来想 如果我真的是找一个团队的话 我自己的生活 我应该怎么去做 比如说我去跟朋友吃饭 我拉一个摄影师 拉几个人陪着我们 那就是真的成了表演 我觉得很难 所以生活视频方面呢 我永远会觉得 自己就是自己 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 永远是那个 手里拉着相机 自己在自拍的人 而科技方面的视频呢 我又想 像之前一样 跟大家说说 这个东西的用法 怎么用 好还是不好 我真的很讨厌 去说这个参数 因为当一个人 走的地方越多 经历过事情越多之后 他会明白一些其中的道理 他会避开那些 根本不太重要的东西 然后把一些精华呢 告诉很多人 但是我觉得 可能就是 两个地方的生活 方式的差异吧 让很多思想方面的 不在一个层面上 我不知道未来应该 继续怎么做 但我知道的事情是 我还是得保持 非常中立客观的 这个角度 我不好的东西 我是无法说出来 才很好的 真的很恐怖 我也经历过 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我很少说 把那些真的很不好的东西 拿出来 摆在台面上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那个东西 就跟一盆屎一样拿出来 让大家吻 我觉得是不对的 我觉得我现在做视频的意义在于 真的把自己的思想表达给你们 我的一种期望 未来期望会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把一种希望 给了自己的同时 也分享给大家 这我觉得也是我 一直以来 做视频的一个 维持的一个初衷 大家会觉得 哇哦 其实我一直 内心觉得自己还是做了些事情 在做科技视频的时候 那种 对东西的 未知的渴望 真的是太强烈了 看到一个东西 哎呀 真的想把它拆开 然后拿出来 究竟怎么样 怎么怎么用 然后一个iPhone Touch 然后下载好多软件去用 哇真的 当时那种劲儿 真的有点像年轻人 那种热血沸腾 但随着这个几年过去之后呢 我会发现真的思想上 变化还是很 很大的 变化之后呢 会明白很多那种 人生中的道理 然后很多肤浅的 就不想再接触 别人讲话说 啊我觉得 OK 是我那个年纪说的话 不过经常有这种反应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老了 大家希望我以后的视频 是越来越好看呢 还是 越来越真实 还是 能够学习一些 自己想学的东西 留言评论 记得订阅 记住 我们人生当中啊 没有这牌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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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